大家好,我是曹夏颂,欢迎你来我们一起读书 今天呢,先嚣张一点 给大家讲一下道德经的导读,应该怎么去读道德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市面上我所看到的,大家基本上都是在闲扯 各种各样的道德经的那种,不管是著作也好,基本上都在闲扯 比如说我手上有一本这个道德经这个东西的话 打分的话,应该如果按照正确的就打分,错误的不打分的话 应该它得不了十几分 基本上全部都是错误了,基本上全部都是错误了 至于说,如果错的反而虚解和误解的话,那就是一患无穷 根本就没有办法看,为什么这么嚣张呢? 为什么这么嚣张,对他这个一本书进行这样的评价呢? 其实这还不是特别嚣张,就是特别嚣张的就是说 基本上市面呢,我所看到的有的人也发一些视频,对不对? 各个学校里嘛,大师导师他们讲的那些东西,那也是在扯的 有的扯的多,有的扯的少,反正大家都在扯这样的 为什么道德经会形成这么乱的一个情况在那里,是吧? 大家可能不了解 而且呢,就是哪个人说起来,哪个人都知道 道德经我读过,那书太太吧,又不长,很短,是吧? 我读过明白什么意思 就算不认识那个很多字嘛,对不对?人家翻译了之后就认识 读这个道德经呢,有很多东西都需要注意 还需要一定的基本功,对吧? 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 所谓注意的是哪些东西呢? 首先呢,这并不是一部哲学巨著,不是一部经典哲学巨著 他只是一个跟这个各个,各大家,比如说百家证明的那各家是一样的那个情况 他是一个治国资文 他是说为了治理好国家,他给国家提的一个建议在这里 但是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我也是这么认为,中国国代并没有哲学 为什么呢?他是没有纯粹的哲学 而是说每一种学问,他都是柔和到综合到老百姓的生活中 治理国家中,就是人与自然,人与自然融入到这些里面去了 所以他的智慧,他的哲学出在这种,他没有单纯的哲学 那些东西没学科,柏拉图似的,做那边研究 那个东西没有,没有这种东西 那个就是,就像物实,所谓物实 这是中国哲学的,与世界其他的国家的 所以他们那个,纯粹那个是,他们就是诡辩,就是扯淡他们的那些学问 是吧,而正是因为,就中国的哲学它具有实战性 具有实战性,对吧,具有实用性的话 所以其实这些学问,这些书真的是可以读的 你们可能有的人,也比我理会要深刻 可能有的人呢,由于工作生活啊,很多事情没有去关注这些事情 但是实际上,中国这古代的这些哲学那些书呢 就特别特别特别的好,应该去看一看 你看了之后,你会觉得豁然开朗 会觉得自己以前做的一些事情呢,怎么样怎么样是吧 至少心情,就另外一种感觉吧,也像一种享受一样的 也像是说,五音令人,对吧,五音令人耳聋那种感觉一样的 你也会震聋发聩,换你的说法,是吧 你也会感觉很好听,很好玩,也会觉得自思想上特别的开阔 也是一种享受,并不是说单纯的 人家本来说的,人的感觉就是有六个感觉 为什么七情六欲,六个感觉 那六个欲其实是指,你摸摸摸得舒服 你看也看得舒服,尝一尝得舒服,听也听得爽,对吧 是这样子,想的又舒服,想的想的美,就这样子的七情六欲,是不是 当然各种解释不一样,是吧,各种解释不一样 但是其中有一个六欲的话,确实是满足人的这六种欲望 包括你闻到的味道要香,看到的要舒服,是吧 感觉到的,嘴,手碰到的,是吧,嘴里尝到的都要好 这个也是六欲之,六欲,对吧,也是六欲 那么,真的是一本好的书,或者说这样 传世的这经典著作,它都具有,很多都是具有这种实战性 当然它也有很多,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在里面 但是我们,就需要我们去了解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 而当我们去了解到这种局限性,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对我们去理解它,或者是理解它这种理论有没有影响 这个是我们最终判断,判定这个东西的价值 对我们自己的价值所在,至于学术界,他们怎么研究的 我并不知道,我认为,第一个呢,就是 它只是一本,资识,资政 的这样一篇文章,帮助国家,治理国家 它出了个主意,该怎么去治理国家的 那么,你想,这是一本治理国家的文章 它怎么可能是,无畏而至呢 怎么可能,无畏而无不畏呢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不可能是这样子 书里面,讲的是清清楚楚的 讲的是清清楚楚的 是通过某种方式,实现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对吧,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这是一个资政,资政的这样的一篇文章 它是帮谁,写给谁看的,你要知道 它是写给老大看的 写给,应该是周幽王吗,还是周艾王 都不是,那个时候还不是 那个时候还不是 就是还是写给周朝的,顶级的 这些领导看的,对吧 所以呢,看法就是,立场也就不一样了 立场也就不一样了 我们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去看他的时候 你不了解他其中的用词用的是什么意思 对吧,你不了解这个意思 所以呢,你要站在你是天下共主的角度 来看待这篇文章 你就明白他为什么让你去做这个事情 他并不是说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无畏而至 明白吗 并不是让我们普通老百姓 他是让国王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太,对吧 你想,你都是一个大,一国之君了 这个,就是有四海,四海都归你拥有了 你还去整那个,整那个干嘛呢 就是意思叫他压制欲望 这个不为过错,这根本就不是过错 而且事实上的话 你说国王他再怎么压的话 他不是我们这样子,压着欲望去当和尚 人家词骗怎么压的话,对吧 还是,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事情,对吧 第三个,你要是想了解 你要是想了解这个《道德经》这篇文章的话 你还是需要去了解那段历史 这个历史是什么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你至少从夏朝,商朝,周朝 虽然没有史书记载 但是有很多,比方说大学里面 还有上书,特别是上书里面 大学里面也有说 特别是上书里面 大学里面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他引用了一些人家的那个词 是吧 但上书里面就特别多 讲了它是这个这个这个 夏朝,商朝是什么的状况 还有包括就是 这个姚舜宇时期的时候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大概的我们所能了解的 也就是帝王家里的他们这些情况 普通老百姓民间的那些呢 大概也能猜测到一点 通过诗经这些国风 通过诗经这些东西 封亚宋 这些多多是少的能了解到一些东西 如果这些你不去了解的话 你去读道德经 那就是挺搞笑的一件事情 是吧 这是第几个第三个第四个是吧 再一个来讲的话 就算是第三个吧 这第四个来说 你需要相当的相当的这个文言文功底 如果你没有文言文功底的话 你去看那个注释的话 那就没有意义了 一点意思没有 因为注释他是为了凑成一本书 然后把那个书卖了 你不要否定我 我可以断定是百分之一百 实在是没办法呢 怎么弄呢 你总不能说 这里我不会 对不起大家 他总不能这么写吧 是不是 他肯定在想法是把这个句子 弄通顺了 弄过来 而由于 叫什么 拮据什么熬牙 大量的这种的词汇 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 他干的算了 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上 所以很多道德经的话 他指示什么东西 他指示 其实不是老子写的 是老子写的 是作者他自己写的 是我们现在翻译的人他自己写的 很多都是这种状况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没有一定的这个文言文功底的话 你这样去辨别这些的话 那都没有意义的 所以呢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排除一大批的这些 那些人 但我不是说我特别牛逼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反正总之 反正从我读这个道德经下来之后 我读了 要是真要说吹牛的话 我也算是读了几十年 你不相信咱们也有同学 如果说以后有机会 你问到我们是不是从大学的时候 我就是一直在 不是说钻研吗 就是没事 没事找来看 看了也看不了 看了去哪里就扔掉 人家就过了这又想想 他又过来看 就一直处于这种状况 对吧 但是确实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也没有从来没有认真的去看过一次人的注视 但是很多时候有的时候不懂的时候 你去看看 看过很多人的注视都看过 不懂的时候看看他的注视 看哪个人起的 住起的那个 就去看一下 是这样子 所以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功底 你才能理解他的什么意思 对吧 这算是第四个 第五个呢 就是你要有等级的观念 你如果没有等级的观念 你就不理解他讲的那个话 因为他这本文章是还是写给国王看的 对吧 国王他是有等级观念在里面 所以首先天地人是等级 然后人里面又分了 分封制 为什么要分封制 分封制就是按档字 按档字 按等级来分的 人并不是都是一样的 你要想了解这样一本书的话 但是呢 人是不是分等级 是不是分档字的 并不理解并不影响 我们去理解这本书的主旨的内容 并不影响 丝毫不影响 因为呢 也许我们就生活在等级之中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不知道不一定 我只能是这么讲 也许很多话都不能讲 所以 严重影响了是吧 严重影响了这个播放率 是吧 很多话都是不能讲的 我改变不了 作为一个愤青 我能够被 被这个 那个字节公司里面 能够让我在这边发视频 我已经很感谢了 已经很感谢了 几十年来 都没有 我都说过以前 我手机别说 我的账号登不上去了 就是你拿你的账号 到我手机上去 到我电脑上去 你都登不上去 对吧 人家已经把我管制到这种程度了 那很多话 后来我算了老了 不跟人家争了 连婆老爷 不能吃了 是吧 吃不下了 所以呢你又有等级观念 你如果 若没有等级观念 你想去了解 他这里面讲的那些话 你是不能理解的 你是不能理解的 对吧 这是第五个还是第几个 第六个就是说 你得会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 这是一个中性词 我讲的这个断章取义 是一个中性词 你得会断章 如果你 如果你不会断章的话 你去看这个 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看 我可以断定 凡是跟我讲 这本书是81章的人 我可以告诉他 他全部可以责任 不用讲了 这本书怎么 他怎么会是个81章的 你不管是和尚公也好 还是他妈的尼固公也好 都没有用 如果说你认为道德金 是81章的 那你就可以闪人了 你确定 我确定你这一点都不懂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断章取义 一定要学会 当你学 真的去断章了 断得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本书 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 好像没有哪本书 能把它这样的一个深度 高度的什么 对吧 所以很多人误解 误解来自于什么地方 误解来自于不了解 来自于 来自于什么 管中亏报 来自于一页账目 来自于一页账目 而管中亏报 一页账目都是什么 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偏见 因为你自己的不了解 然后呢造成了误解 或者甚至是 故意的曲解 造成了故意的曲解 都有可能 还有人呢 他就是吊儿朗朗的随便的 他就是我管你 我弄点钱花花 再说反正以前 现在书是卖不到钱 以前书还能卖很多钱 对吧 但是不管我们买书 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像在图书馆里面 学校里面 还有那些人 装修的时候 房子里面整的好好的 是吧 挂好多书在里面 那些人多得事 是不是什么 然后各种各样的 把书 这个人家说买 买读还猪 是不是什么 还猪格格 就是这样子还出来的 人家最后他买了 把那个书 把那个壳子给买走了 把书给留下来了 有好多都是这样子 是不是什么 但是我们不要是这样子 我们花钱买那个书 不是为了买给别人看 让别人觉得我们家 很有儒雅很风雅 是吧 不是这样子的 而是说我们需要 从那本书里面 多多少少的了解一点东西 哪怕一句话都没有记起 但是他曾经让我宁静了 是吧 只一个小时一片刻都可以 是吧 然后我们宁静了一段时间 那也是值 那我们这个钱花的就值得了 就好比说我们花个十来块钱 去喝一杯奶茶 在那奶茶店里做一会 那一瞬间 他既解除了 又让我们休息了 这就值得了 如果你买了之后 结果你又不了解 还曲解了 曲解了 曲解之后还把人家骂一顿 说一顿 那真的是不值得 花这个钱就花冤枉了 那个就是 传说中的不好的那个词 就是 就是我说的那两个观点 是吧 什么叫做 那两种人是可以 可以闪人的 可以直接责人的 总是这样子的 翻我前面的视频 你就知道过 其实那个论述是非常经典的 非常经典 虽然粗俗 虽然粗笔 粗俗 可是它很经典很经典 对吧 就是因为 对外界的交往 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里 所以 孔子也讲过那个话 就是不要跟自己 不如自己的人交往 我倒没有这么说 我是说 不如把他直接干死 算了 是吧 我是说 他要存坏心的话 他不如我 他还存坏心 要坑我的话 那就把他弄死 算了 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呢 我没 这可能这话又不能讲 但是你不要存坏心 就是我是什么呀 就是说 大家都这样自己过自己的 我就是这样子 你就是那样子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我也不害你 你也不害我 你也不要 我也不会说你特别聪明 也不会说你特别傻 你也不会说我特别聪明 很普遍 很普遍 很平常很平常的 愿意做就做一会 不愿意做的话 自己回家睡觉 这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生命总是短暂的 生命总是短暂的 是吧 再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 就是那几个词的问题了 就涉及到核心的问题了 是吧 刚才说第六个还是第七个了 再一个就是说 那个 那个词 嗯 比如说道和名的关系的问题 很多 几乎可以讲 就是道和名的问题的话 可以 比如说可以 是高考考试的话 比如说我来给他们考的话 理解道和名的这两个字的话 肯定是95%以上的人都要被排除掉了 肯定95%的人都是不合格的 是吧 因为呢 名是用来证明道的 而不是说道和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道和名是并列的 而是说已经知道了名是万物之母了 而是已经知道了名是万物之母 是吧 有名是万物之母 无名是天地之士 你后面这三句话是证明道的 你要这样去理解 但是你也可以认为就是说 名也按换一种思维方式 其实我也从两种角度都去思考过 换一种角度呢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就是说就算那个名 你不了解就是 他不是用来证明道的话 那么也可以从那个地方开始 因为他有三句话足够你理解 这是什么意思了 对吧 足够你理解什么意思了 然而呢 所谓第一章里面 所谓第一章里面 出现的那个词可远远不是道和名 这么简单 它在出现的道名 有欲无欲是吧 他们讲的是有无是吧 我搞不清楚呢 为什么要有余的话 反正这个自己去研究 谁愿意听谁愿意研究谁愿意 但是我认为是有欲和无欲 然后就是有名无名 有名无名是动词 那个有无是动词 而不是表示存在有和存在无 明白吗 是动词 当我们给他取名的时候 我们就是万物之母 当我们当他没有名的时候 当他就是也就是没有人的时候 就就没有万物 就没有万物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里面直接诞生了很多那个学 学派在里面 就这句话直接诞生了好几个学派在里面 是吧 诞生了好几个学派在里面 然而他是不是真实的状况 实际是不是这种状况呢 我是表示赞同的 但是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是吧 然后除了每一句话 每一句话都有 或者说每每一集 每一个小节 或者是每一句话 都有一个词 是我们不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 所以导致我们理解下来很麻烦 所以后来他说同对吧 出二者同出而一名 同出而一名 同为之玄 同这两个同不是一个意思 这两个同不是一个意思 为之是叫做的意思 玄是另外和道是一个意什么意思 对吧 它都是一个生的 是它自己生造的一个字 是吧 它并不是什么黑色的是吧 表示通向什么黑色的 这个什么东西的 青色的法 不是这个意思 跟这个没有关系是吧 它是它生造的一个词 玄 所以你才能理解玄之又玄 是什么意思 是它生造的一个字 对吧 当你把这些东西都弄清楚之后的话 好 你还需要了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需要有超强的 就是这种 脱离 那个叫什么意思 就是能够表达不出来 就是超强的 你说是联想力也可以是吧 但不是那种联想力 就是想象的那种能力 抽象的能力 今天要有抽象的能力 你才能明白它讲的是什么意思 你才能明白它讲的是什么意思 比方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 是不是 比方说这个 还是这几个字吗 还是这几个字 从这几个字里面也是这样子 这几个字里面 你就要有超强的想象力 你就要有超强的想象力 和抽象的能力 你才能明白它讲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话 你是理解不了的 所以你是不是有那个超强的 抽象的能力的话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包括什么 这个美为美恶为恶 这是第二段 第二段啊 是不是 包括古神不死 那些东西 视为玄聘啊 是不是 包括那个后面说 天长地久 是吧 天长地久 就是不死的意思 是吧 它也是 你需要你去抽象的 然后 天长地久 后面的那一 最后那一句话 你去看一下 你需要你去抽象 你如果没有这种抽象的能力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它的 好 这是一个事情 是吧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又是涉及到多多少少 就是 然后呢 比如说 比如说 他用那个 风箱做比方的时候 打比方的时候 用那个风箱打比方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不能从一个正常的 现代人的角度去理解 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不能从现代人的角度去理解 它是怎么理解的 如果你用现在人的眼光去看它 那就完蛋了 所以呢 风箱应该是 在他心目中 他那个风 是 是属于 他在 在老子的心目中 他认为那个风箱 那个风是属于风箱的 这个风呢 是风箱制造出来的 他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小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就有风箱 我们家那个土灶台上就有个风箱 嗯 拉拉拉 我一直都认为 这个风箱里面的风 为什么拉不完呢 如果当我 当我明白了这个事情 我小时候的这个 这个生活经历的时候 我就明白老子 他为什么是那么讲的 就是 由于陀越 是吧 就像风箱一样的 所以你打算用现代人的眼光 这个这个生活 去理解他们那个的话 那也是理解不了 那也是理解不了 是吧 再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们 社会上认可的 对吧 从第八个的时候 或者认可的那些观念里面的 那个是 是支撑他们这个 他的理论的 一个基础在里面 是吧 嗯 比方说认为什么样的属于 属于义气 是吧 什么样的属于德 什么样的属于这个人 什么样的属于 什么样的属于智 是不是 他这种观念的话 是 基于那个社会 在那个社会 他认可这种状况 就属于人 那种状况就属于义 如果说 他跟现在的社会 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如果说 也是按照我们现在的 今天的这个生活方式去理解他的话 那也是 没有办法去理解他 那个讲的 是什么意思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另外一个就是 你 还需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呢 嗯 他举的例子 如果那个例子 如果那个例子 你如果想通过这个例子 理解那个 嗯 他的本意的话 那你就完蛋了 对吧 那你肯定 基本上是很难理解 这个道德经 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是说 当你理解了 他讲的那个 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你再反过来 来看这个风箱的时候 他这是一种印证 你明白吗 是一种验证 也就是说你先明白 我讲的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比如说我跟你说 我的糖果是甜的耶 然后你知道的糖果是甜的 然后你就跑过去吃一个糖果 诶 果然有点甜 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我跟你说 糖果是甜的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然后你就跑去尝糖果 你一尝之后 这个糖果 原来是这个味道就是甜呀 那你就不了解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你就 我不知道 你们能不能听懂 我讲的是什么意思 知道吗 就是说你必须先明白 他讲的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你在拿生活中的一件事情 去验证他的时候 才能证明他 就是也就是说 更加确信他那个意思 也就是说你 不可以怀疑他讲的那个东西 当然不是说我帮他讲 这样你不怀疑 而是说你如果想理解他讲那个意思的话 因为他那个行文表达的思路 他就是这样子 首先我已经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了 讲出来了 比如说我说那个开水烫嘴 对不对 我跟你讲了开水烫嘴 你不知道烫嘴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不知道温度多少度是烫嘴 结果你你来尝一下 试一下开水 有的人嘴烫 对吧 有的人嘴上皮烫掉了 有的人嘴呢 嘴尖皮厚 对吧 他他他他没事 然后呢 他呢 比皮烫掉的人 他会觉得是 知道他吗 原来烫人烫嘴是这个意思 皮都烫掉了 嘴上骑嘴在泡 是吧 但是嘴尖皮厚的人 他一他一喝之后 哎呀 这是有点烫是吧 而你们理解的程度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对吧 但是他讲的 并没有讲 跟你讲清楚 那个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烫 但是你如果说 你真正的理解他的时候 那你需要知道 这开水真话就是烫嘴 不能喝就行了 不能直接喝就行了 明白了吗 当你理解了这些方法的时候 你再去看《道德经》 我保你 我保你得到 对吧 肯定很简单 得到 应该是很简单的 所以呢 嗯 我们 我们 还是静观其变 不去看《道德经》 那个东西 因为《道德经》 我每个人都知道 我再去讲的时候呢 除非我从 从后面往前去讲 从前往后讲 没意思 然后这个 嗯 很多家 那些家 百家啊 包括儒家 那些都是从《道德经》里面出的 所有的 因为《道德经》里面 本身它就是资政的 对吧 本身它就是写给皇上看的 但是不是叫皇上 写给国王 最大的国王看的 国主看的是吧 写给周朝的 这个老大看的 对吧 然后呢 后来百家 正名里面呢 不管是这个 鬼谷子 他们都算 鬼谷子也好 还是孔子也好 还是墨子啊 什么各种 名家 道家 阴阳家 什么这个儒家 什么墨家 包括这个少林寺 念和尚们 他们都是一个的目的 都是为了 想帮助国王解决问题 对吧 包括法家呀 还有行家都有 是不是什么 各种各样的家都有 反正是说 这个阴阳家都有 是不是什么 专门研究 研究太阳和月亮的 那个叫阴阳家 他们研究这些东西 都是为了来 来解决什么 解决国家的 管理的问题的 而 而最初的 最初的一本的话 对吧 最初的一本 成书的这个东西 就是它 然后其他的人家 都不是成书的 其他有很多 但是人家 他不是成书 他只是记录的 类似于历史这样的 他记载的 但是他这个是系统的 他这个是系统的 所以呢 你们 我们都没有理由去 排斥他 或者说排斥老子 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 或者是第一人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你们再去看 大家都一起去看 我们会抽时间 一起去分析这些问题 好的再见